大家好我是你的專屬分析師紫乃花 旁邊這位是 火整哥 接下來呢我們要推薦的是 漫聯這場肯定的一件事 事實是很累 就是因為呢這個 奧莫尼亞是這個賽卜路斯的隊伍 那賽卜路斯其實已經接近亞洲 所以其實這場漫聯做客呢 是在打完 剛剛打完這個 曼城的比賽 對德比之後呢 就馬上飛到這個奧莫尼亞的 主球場去對戰 所以這是他們的劣勢 那胡子哥這場 在這個劣勢的情況下你怎麼看 因為大家都記得 這幾天漫聯被漫成禪電 禪電 那怎麼辦 所以現在他做客的時候 他為了要把自己 那實力展現出來 這場比賽肯定 會非常用力的踢 所以是支持金虎勇那種感覺 希望他支持啦 支持 OKOK 那其實 我們講阿摩尼亞 奧摩尼亞 其實這支球隊其實也不弱 他們覺得他們也是有那個防守反擊的機會 所以這場比賽我認為 並不會說完全都在自己的半場 嗯嗯嗯 其實我覺得胡子哥研究的重點跟我很類似 阿摩尼亞他其實在自身聯賽是搶隊 所以他通常也是地面進攻 他控球很多的隊伍 他遇到曼聯 願不願意放下身段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重要 那以他上一輪對這個皇家社會的時候 他就是放不下身段之後就輸了 他還是跟搶隊去對攻嘛 所以我覺得 推薦曼聯的讓球過 就是因為這個奧摩尼亞可能是 不會想要放過曼聯 不會覺得說少輸就為贏 所以這場我們推薦是這個 曼聯的讓球 四足配運彩 看球更精彩 買運彩唯一支持 台灣一台